音乐 大家好我是AXA Software的Mr.Law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Portocal 在Combination 就是在综合一些module的时候 它出来的一些不同的效果 所以今天我在讲解这个 Item Package Hierophia Number 这种是很常见的 尤其是那个电脑电脑 电机电 它一般上会参着这两个module一起用 给你一个概念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Item Package 还有 Serial Number 你可以先看我们的那个独立的视频 所以我有录制了一个独立的视频有关于到 Serial Number 跟有独立的视频有关于到那个 Item Package 所以是不是意思 你看这个 为什么我讲它是一起用 你看通常我们会遇到的就是那个 Eboard Mouse 你看整套电脑 然后它需要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有两个其实它有 关联到那个 Serial Number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它那个 Serial Number 所以只有一个产品是没有 Serial Number 这样当我们开单的时候 它会不会允许我们去update那些 Serial Number 现在我们就 来示范一下 在这里我已经做好了一个有关于到 Serial Number Module 的那个相关的 Sample Data 这个我就用回 Serial Number的那个Module的相关的Data 所以现在我是把那个 Item Package 也融入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就只专注在 Serial Number 还有那个 Item Package 这两个Module 然后当我们开了那个 Item Package Module 过后你会看到这个 Item Package Item Package 这里你可以 做一个Setting 所以可能是 这个叫HP Set OK 这边你就想写 HP Computer Set OK 就这样子 然后你就 UF Japan 如果你要放Set 你就放Set 在这个HP Computer Set 它有三样东西 CPU Keyboard Monitor 但是Keyboard是没有那个 Serial Number的 OK 只有CPU还有Monitor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就把它那个单架 那个单架打进来 如果你有那个单架 你就把那些单架放进来 所以有看了我们视频的你都知道它会相加的 它相加起来 它总数是 1250 然后你 Safe 起来 这样我们就做一个 Salesive Voice 所以做Salesive Voice的时候 OK 当我们有选到这个 HP Set 这个东西 你看它会自动跳出来的 CPU 然后你就在这里选择它是 Under哪个 Serial Number的 当我们关掉了它又跳出来 Monitor 所以我们又选择 所以它不会跳那个Keyboard的 你看Keyboard它是没有那个 Serial Number的 OK 在这里其实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AutoCount 它有一些隐藏的功能 包括你可以拉那个Column数字 那个Item Package 的Code 然后你可以放出来的 放出来如果方便你们看 资料 So 放出来了过后 我们就 Safe and Preview Safe and Preview 你看 原装AutoCount Evoices 这边 它的 CPU跟Monitor这边 它是没有其他Number 原装是没有 如果你要 秀出来 这边我做了一个Sample 你可以叫你的Dealer也做同样的Sample 这样子拉出来它就会秀 OK 秀在下面 这个Serial Number OK 很多方法你也可以前面加Or Serial Number 或者是你Serial Number放这里 你都可以要求你的Dealer帮你去设计 你要的那个 Format OK So 大致上是这样子 整个Guiding OK 如果我们要找回那个Serial Number的话 我们就来这个Serial Number Transaction 你就把那个Serial Number打进来 它就会帮你去找到 相关的那个 单 你 Click进去你就会看到 Copital Set 这个Serial Number它是在 哪一个 产品那边 所以 它的整个概念就是 这样简单 整个 综合的 Module就是这样简单 OK 如果你有任何 我们的疑问欢迎你联络我们 谢谢大家